因为真的很多同学刚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这边没有趋势线 为什么没有趋势线呢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我看到最多同学没有趋势线的原因 是因为说他把这个news title放在这个轴这边 这个画出来的线跟我的线也不太一样 首先这里面有日期 这个轴里面是不是有日期 还有什么news title 所以他就画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边没有趋势线 你先知道一下这件事 那为什么没有趋势线 因为这边轴有两个 因为这边轴有两个 他不晓得要以哪一个为主 所以把这边关掉 这是刚刚同学比较多 没有办法去画 对不起 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看到趋势线的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 第二个同学 他是这样子的情形 他在这边做的时候 他不是看连续性 他是看季节性 季节性就是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看 好 我先把我的趋势线先关掉 好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看 请问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趋势线 也不会有 因为他不是连续性 连续性才有趋势线 连续性才必须要看趋势线 因为这已经片段化了 对不对 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包含 2016年的1月 2017年的1月 2018年的1月 所以这样子的趋势其实是不对的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好 所以就把它还原 还原 然后接下来用连续性 可以哦 因为我觉得先学会画图 先学会画图 然后你到时候 到时候至少可以看完这些很基本的事情 可以吗 所以趋势线 刚刚同学遇到的问题 大概就这两个 好 当然都没有人要问我说 请问这个公式怎么算 我只是希望你们拉回来一点点国中的记忆 这个叫拮据 就是AX加B Y等于AX加B 那个A就是邪律 邪律 然后B就是拮据 拮据 好 那邪律公司还记得吗 Google大神也藏得到 可以哦 所以也不要问我 那请问一下 你有了这个邪律 你知道你是不是可以预测2018年的第一季会怎么样 大概到这边 对不对 因为这邪律告诉 这个邪线 这个趋势线告诉我的啊 所以2018年的1月 2018年的1月 然后大概是700多少 740次的浏览量 或者是贴新闻公告的频率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啰 因为通常你要去预测这件事 接下来我想这个地方 我就把这个趋势介绍到这里 这叫做贴文趋势